我現在怎樣 我服了我真的服了 老觀眾都知道我是一個老DAF粉了 也是堅持每年8月都為DAF做一個視頻 雖然1819年都是以直播形式的 但這幾年期間就算經歷過被盜號 也一直在玩這款遊戲 手遊也到韓服玩過一段時間 不過畢竟不是本土手遊玩的時間不久 一直在默默的等國服 國服也是直接內側了五年 五年五年啊 你知道我這五年是怎麼過的嗎 聽到手遊要公測的時候 我真的超級興奮 我家都請好了 你現在給我搞這一出 大哥 六千萬人等著你啊 你快到公測了前兩天 你說延期還是無期限延期 我真的服了呀 這不就是典型的男來了的故事嗎 不過我明知道是男來了 卻還是始終相信他 不過你覺得作為一個良心精的同仁遊戲UP主 會就此罷手嗎 同仁必死官方系列 把官方的路走了 讓官方無路可走 大家不用擔心好吧 其實早在上一年就有一款DNF同仁手遊 遭到封殺 如果說DNF是一款典型的街機網遊 那這款同仁遊戲反而更有街機內外 遊戲里是沒有城鎮地圖的 是以傳統的街機式現行關卡來遊玩的 再加上上一年很火的Lokalike元素 我個人感覺如果不說連機系統的話 這位作者反而更加知道玩家想要的是什麼 他在DNF原有的概念上繼續升華 技能之間都是可以互相取消互相連招的 這款同仁手遊的成功我是看在眼裡的 他在發布之後的短短四天內就接到了接近10萬的下載量 贏得廣大玩家的好評 甚至認為比官方的手遊品質更佳 其實這款同仁遊戲也成功除了本身品質優秀之外 更大的原因是因為官方手遊遲遲未發 而且這類型屬於手遊內少有的傳統當機類型 在玩力的抽卡養成流水光想的玩家看來 自然是十分閃耀的 然而這一切卻抹跌了 因為這款遊戲收到了預司函 要求刪除相關下載渠道與宣傳內容 當然啦一開始我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是覺得官方既然那麼著急 肯定是因為自家的手遊快要出了 要先擦除威脅 不過這次DNF手遊確實 妙